写一份让老板看俩月才能看完的求职简历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东方说 汉武帝时期一个画风清奇的文臣 虽然是个草根 但他打小就捏着一张学霸王牌 据说这娃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反正很厉害就对了 这倒是紫子 他还很有表演人格 擅长各种街头艺术 以及吓唬隔壁小孩 小朋友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 就没有奥特曼 好好一个读书人硬凭实力混成了网红 我叫了吗 当了几年民间艺人 又赶上汉武帝的招贤令 可以直接给皇帝大佬投简历 过真价实的boss直辟 东方说一下子激昂了 写了三千主简的自我介绍 跑去投简历了 汉武帝看他简历看了俩月 烟烟化脸 授业间敲眼脸 投完简历几个月后 东方说喜提新车 代招公车 但他对这辆车不太满意 就给他老板抱怨 这破车起步慢 有好多挤的话 老板您再给加点预算呗 汉武帝居然就听懂了 怪嘞八十个王 不总想说待遇不够好吗 然后就给他升级了待遇 做皇帝秘书 可以跟皇帝面对面唠嗑 哎呀妈 这不我专业吗 汉武帝想修个上林院 东方说就给他讲 皇帝大佬盖豪宅的那些事 汉武帝不得已杀了个犯重罪的皇亲 杀完他自己也抑郁了 何以借由 都在酒里了 不光是工作 东方说私底下过日子 也是迷之操作 他每年都要换个老婆 分手为难 下一个 时间久了 汉武帝被东方说 大之若愚的本性折服了 一天见不到他就觉得不舒服 就想听他讲个段子 整个脱口秀 关键是他一讲完 汉武帝还觉得 对啊 糟死这么个例 东方说把握住和谐关系 一有机会就给汉武帝讲道理 写小作文 汉武帝的不少决策 都来源于东方说的启发 就这样 东方说顶着邪星的名头 成了大汉朝的德云男孩